新赛季雷霆被复制巨大的奢侈税压力,为了能够减轻开支球队,不得不将安多尼交易出去。 此前据NBA王牌记者WOJ报道,雷霆已经买断了球队前锋开尔辛格了,新赛季预计将会节省2300万美元的开支。 而辛格勒将会选择加盟其他球队,随着雷霆买断了辛格勒的合同,如今球队深杯合同的球员达到13人,而这些球员也会成为雷霆新赛季的常规轮换。 其中后场有威少,是罗德带队,威少打法劲爆,上赛季联盟的三双王,得分就像砍瓜贴菜,而是罗德突破能力,能为队有输送炮弹。 雷霆后场双枪是联盟打法最劲爆的组合,前场是雷霆不算太强的一个点,虽然保罗乔治德个人能力无庸置疑,是联盟前十的小前锋。 但其他球员兰特、帕特森、迪亚洛等人功能性都比较单一,有的杀工有的杀手,非常考验主教练的多诺万台兵布阵的能力。 而跟联盟豪强勇士,古人想比差距还是比较大,内线是雷霆最强的一个点。 上赛季是联盟内线防守最好的球队,而这一切的功劳都要归咎于亚当斯。 作为联盟前五的中方,亚当斯护矿,篮板能力都是一流。 熟悉雷霆又在休赛期牵下了诺埃尔,新赛季雷霆内线的防守将会达得恐怖级别。 雷霆整体阵容虽然有一定的缺陷,但实力还算联盟顶级,任何一支球队想要赢下雷霆,将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 而雷霆和乔治都有一颗种冠军的心,相信现在接雷霆能够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。